来到了9点,它的Tiyo价格已经是有更改了 可以看到是$8.05 给这个Supermax 然后这个是$17.02 我们就看它一开始的价钱,你看就是$17.02 然后$8.05 是跟刚才它这一个Tiyo价格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当股市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以这里来做标准了 你们可以看到,Market本身就是这样子 做它gap up,然后又下来了 Rollercoaster 如果我们是买来长期投资的话 我们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或者你在有价格买的时候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只是说现在的情况,Market的浮动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整天订真的 所以只要到5点之前,你们看一轮 5点cross的时候 那一个才是今天真正的这个价位 所以老师今天教你们一些实战 股市它就是起起落落 这一个是Comfort Comfort Comfort就是 也是在老师的这个List里面其中一个 所以老师那一天有教你们这一个 5的Volume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399的这个 后面要加两个0的一个Unit 其实买的人有70% 所以你们知道应该是什么情况 可是 这一个是其中一个来衡量的方式 所以你看买1000的 有 1234 4个人 4个 4个人 Buy Transaction 还可以是同一个人 可是这个我们才测不到 可是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Info 所以你应该看到早上的时候它就丢下来 现在我们就等了 等下5点我们再update啦 来到这里我们就来看 Comfort的图表啦 刚才我们有看了Comfort的 这个Buy的这个percentage嘛 大量买进的人有一些啦 所以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好 so以Comfort的图表 如果你有看老师之前的影片 其实 呃 他都还蛮健康的都其实还走在这一个 上升趋势 可能 他现在已经是上升趋势的表底部的上升趋势线啦 所以我们要看 他接下来走向 就比如今天是 9点25分 so如果今天 他能够收在这里 那么 就非常的好啦 这样看好Comfort啦 so如果你问老师 买入的价格呢 其实 是 在Support的价格 就是进场的价格啦 可是 进场又有他的strategy 你长期投资者还是短期投资者 然后你的资金是多少 这个就看很个人的 所以老师 在这里 这一个影片呢 就没办法去跟大家谈到这个strategy 只能够谈到这个technical analyst 就是止损价位喔 2块9嘛现在 2块9 你就在2块半左右加止损了 这个就成为你们的 止损价位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supermax 这一些线都是老师之前画的喔 你们可以看到喔 其实他 他都在这个期限里面 他一碰到这个线 就有人把他买回上去了 所以 这一个 Support line 就是成对比啦 如果他跌破Support 一些长期投资者 他们看好的他们就会加码 如果是短期的 一跌破Support 就是跑的啦 就是止损 底场 OK 所以止损价位也在这里啦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Top G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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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Glove 非常的强劲喔 所以他一直上一直上 然后这边就击一下 然后上回来 到 上个星期到我们的止损价位 又摊回上去 所以在5点的时候 收在这里 我们就没理他啦 那么 今天的走势 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对于这个Top Glove 其实 当一个股 这样子上喔 他横摆的时候 也是 收票的时候 如果是 如果是 你会看他涨的话 如果你觉得他会 上到25块 那么 老师在这里问你们啦 现在是便宜还是贵 那么如果 他 因为股市 我们就没有办法 预测 他 接下来的走势嘛 我们只可以把风险 降低 那么 还是一样 止损价位要做好 不管你买在哪一个价位 你们一定要有止损价位 因为 一个人 他买 股票 因为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他觉得这里便宜 还是这里便宜 有些人觉得 是这里 很多 OK so 我们买一只股票 我们一定要 知道他的 赚的幅度是多少 如果是赚可以到20多 亏 我们一定要可以少 少过我们 赚的这个 risk ratio 比如赚 20-30% 亏我们 5-10% 我们就要立场 这一个 就是一个 成功的 Trader 或者一些的 投资者 我们看了 我们就来看 老师有关注的就是 EG 我们来看了 EG之前老师 的影片 没有讲到这个 讲到 Press Per Heart So EG 其实 如果 以这个来做 参考的话 你们觉得怎么呢 怎么样呢 他是在半空中 你们就不要去动他了 因为 他又没有到这里 又没有到顶部 顶部突破 才会有人去看 底部 才会有人 借票 那么 这一个 EG的例子啦 如果你们没有在这里买 或者你们在这里买 你们就要做一个止损 在这一个 付费 付费 4 2 左右 好 So 基本上是这样 EG 还有 就是我们的 KGB KGB 老师之前的影片 他有跟大家谈到了 说他动到这个Support 然后他现在走横摆 所以 其实 这一只股就没有那么刺激啦 没有像Healthcare那么刺激 可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 老师 还蛮建议你们可以 看看这只股 Price Bahat OK So 之前老师有讲过 他上去嘛 所以下来下 他又上了去 所以其实他都还在这个 上升趋势的线 所以就不 不必太担心了 如果我们在这里收票 就是横摆的时候收票 多数都是横摆的时候收票 可是横摆的时候 你们 你们 又能不能够等啊 这个又是看回你们 投资者的 性格啦 个性 所以你要清楚你自己是怎么样的投资者 你有没有holding power 然后 最重要最重要老师妹是讲的就是 止损价位啦 那么 BS BS也是类似哦 所以也要看今天的走向 咯 Support line在这里 现在在半空中的下一点 所以相信 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 都已经开始 会知道 怎样 形成了 这一度表 所以 technical analyst 就是有这样的 特别 他每次会碰到 大概 这一个点 他就会回到去了 所以这一个 扩散 扩散 他就 比较 stable 都会在横摆的 阶段 然后 扩散其实是一支 还没有起到那么 凶的 一支股 对 如果比起 Hartalega Kplus 所以 cut loss 的第1个point 再快3 第2个 再1块1毛左右 然后 profit tagging的line 就到这里 当东到的时候 你们就要考虑 take profit 要不然他就掉回来 或者他会break breakout 那么 那个就另外一个 策略了 bro comfort这一些你看 哈塔 哈塔 上去了 So 哈塔 也是到我们的 止损价位回去哦 所以我们5点看的话 我们就不会紧张了 其实是在这里 如果5点看的时候 他在这里 你怎么样就可以 准备离场了 所以你们4点左右 就要留 留手 就要看了 4点半左右 所以很多人 其实在 一半就被他洗出去了 如果他这样子 跌法的话 如果我们买了这里 在这里早上 下午的时候 如果你是关注盯着 然后 心里的这个 准备 他没做好的时候 你看他一直跌 很多人就在这里卖掉了 结果 他 结果他在这里 200的时候 在这里玩的时候 我们都卖了 或者他一开 这时候我们怕 我们就卖了 然后他又走 高回来 所以你看到 Hata Lega TOPRO 其实他们的走势 的走向也是一样 在星球的时候 就是开低 走高 因为就是 1000 那个到中跌 1800点 受大家的 Panic Selling 其实 买的点是在哪里 你们应该知道了 其实如果还没买的 Cut Loss的点 就是 Support Line Support Line 就是 老师觉得 以有策略的 策略性 去 交易 你能 降低你的风险 那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投资 这里没有买卖建议 只是老师个人的 分享 和一些的解释 然后对于个股 所以我们来看看 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 其实这个线 是老师 上了星期画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哇他非常的 准就是刚好 动到这个 然后他就 收回上去了 所以 这一个画线 Technical Analyst 是我们的这个基础 如果我们画错了 不用怕人家笑的 所以可以移的嘛 因为你可以改这个 移来一起 所以这个如果你们有注意到了 是画的 其实是上个星期画的 所以你拿 接下来的标准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 自己是不是 画错了 画太上 画太下 所以 这个来作为标准啦 所以整体 道中是 看上的啦 虽然他 scape down下来 所以 道琼指数 只要不要掉超过 24700点左右 都是看涨 如果他掉过这里 我们 就要非常的小心啦 可能第2波 像这样子的波浪 就要 开始啦 在股票市场 本身就是 懂的人 赚不懂人 的钱 如果有点赚 小费 就好了 在股票市场 我们可以下来的 这边 也是 咱们 在股票市场 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